趙婷 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趙婷 妳知道嗎 她是第一位法醫的女性的導演 也是第二位自己禮案之後的華醫的奧斯卡 妳知道美國奧斯卡的金像獎 最佳導演獎是很難很難拿得到的 她的有目人聲拿到了 但是今天沒有人 沒有中國在討論 沒有 甚至連轉播都沒有 香港也沒有 香港因為港版國安法 所以這次也沒有 以前可能有 現在也沒了 什麼都沒有 那為什麼不是第一位華醫女性 然後她的爸爸又來自於中國 她的繼母也來自於中國 那為什麼不討論呢 因為2013年她講了一句話說 中國是一個充滿謊言的國家 沒有錯 小粉紅那時候就出征 然後這個女的搞什麼鬼啊 然後後來總算有人說 其實有什麼好討論 有什麼好高興 她又不是中國人 因為她現在應該是美國籍 華醫 所以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本來應該是這個中國一定大家宣揚 我們中國人露臉了對不對 中國在全世界 中國之光 就因為她講了一句話說 這個中國是個充滿謊言的國家 她不小心揭穿了國王的新衣 最後的結果就是全世界都知道 趙婷好棒棒 她今天在領獎的過程當中 還用三字經裡面的人之初性本善來講 可是你人之初性本善這個三字經 對中國共產黨是不適用的 這像剛剛講到說趙婷她是史上第一位獲得 奧斯卡之家導演的華裔女導演 但為什麼她在中國的微博裡面被消失 是沒有錯 就是剛剛瑞德哥講到 其實趙婷之前被人家挖出來說 她曾經在15歲離開這個中國之後 她其實在回顧她自己的人生 她說還好她離開了中國 因為中國是一個充滿謊言的國家 這句話要講出來什麼時候 就在她這次奧斯卡最佳導演的影片 她在三月初本來要在中國大陸去上演 結果就是因為被人家挖出來的這樣話 中國突然間把它停止下來 而且事實上不是只有趙婷這個影片被停止 這次奧斯卡在中國的央視也停播 在香港的TVB 她本來專門奧斯卡也停播 可是TVB要停播奧斯卡 不是不單純因為趙婷這個事情 還包括了一個外籍導演 他拍了一個叫不歌席的 不歌席 就是在講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 也列入了奧斯卡這次的最佳紀錄片 所以TVB老早就宣布說 不好意思我們這次不播奧斯卡 可是你央視進播 這個香港TVB也進播 然後微博這次更直接把奧斯卡 所有的東西全部消失 但是即便這樣子 你看到中國的網民還是在熱門 一定人還是知道 因為網路無佛見 胡錫進說教訓特斯拉 不要讓他真的滾出中國 事實上 那麼胡錫進所說的任何一件事 代表的官方的這個說法 為什麼呢 他這個說法就是 我們要教訓特斯拉 一定有用途 你知道嗎 他得罪了我們什麼 我要什麼他不給我什麼 或者是他怎麼樣什麼東西怎麼樣 然後緊接著來是 可是不能把他踩死 各位 你不覺得跟前陣子的新疆民事件 HMM裡面的這個 包括Nike 愛迪達很像嗎 也就是說你好像要教訓一下 可是又不能把他教訓 那時候不是一大堆有藝人出來 這個等於抵制等等 然後最後的結果就是怎麼樣 現在還有誰在提 那個抵制愛迪達 抵制Nike 沒有了嘛 所以中共事實上都是玩兩面手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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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